好,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我們剛剛提到說 我要談第三種情形 就是說有關於資產交換而取得的無形資產 它的入帳的原則 那這個為什麼提到這個呢? 我想說因為讓大家也複習一下 我們在談固定資產的時候 我的取得有一個什麼? 資產交換的觀念是完全一樣的 我想說用這個幫大家複習一下 所以我們先跳過來看一下 433頁的例子 好,勢力1 賈公司以郊區土地一筆加現金40萬 交換以公司擁有的專利權 好,大家都翻到了嗎? 勢力1 然後賈公司土地原始取得成本是100萬 然後以公司的專利權的帳面金額 是80萬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交換 你要怎麼去做它的會計處理 那這邊有兩個情形發生 第一個就是 它的交換請看一下 交換日土地的公里價值160萬 專利權的公里價值無法可靠衡量 然後這個交換它具有商業實質 第二種情形是土地跟專利權都無法可靠衡量 所以資產交換大家回憶一下 這個資產交換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判斷它具不具有商業實質 什麼叫做商業實質? 也說這個交換換進來的資產跟換出去的資產 它對於企業是有實質上的不同 怎麼樣的實質上的不同呢? 譬如說它現金流入的時間不同 或者是它所產生的風險報酬不同 它就具有商業實質 好,那具有商業實質 它這種交換我們的 這個會計規定是什麼? 會計準則就是什麼? 有損失、有利的都承認 記得嗎? 好,代資產交換的第一個 判斷的要判斷的事情就是 是否具有商業實質? 我們要先判斷這個事情 才能夠決定我後面的會計處理怎麼做? 什麼叫做商業實質? 也就是說你的換出換入資產 換出和換入資產 對企業 之風險與報酬有不同 有差異 是不同的 換進來的資產跟換出去的資產 它對企業所造成的影響是不一樣的 那就具有商業實質 好,那幫大家再複習一下 我當時就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墾丁的凱撒飯店 跟台北的喜萊登飯店 這兩個飯店都是飯店 那這兩個飯店呢? 既然都是飯店 就是提供給人家住的 所以飯店換、交換飯店 好像感覺上是相同的東西 對不對? 因為都是提供給人家住的 但是凱撒飯店肯定是凱撒飯店 它的風險跟報酬 跟台北的喜萊登飯店是不一樣的 因為凱撒飯店它完全是一個度假 你只要講它的報酬的主要的時間點來自哪裡? 假日 還有寒暑假 就是人家放假的時候 這個墾丁的凱撒飯店 它的住房率才會高 所以它的現金流入 會在這個時間點是高峰 但是台北喜萊登呢? 它應該是屬於什麼? 商務旅館 或者是很多人什麼名人結婚 都在那個地方嗎? 所以他們的這個所謂的現金收入來源 或是現金流入時間點 它不是駕馭 反而是在週間 就是週一到週五之間 所以這兩個突然都一樣 雖然是一樣叫做飯店 但是它的現金流入的時間點 也是造成明顯的不同 所以一樣是換那個交換 一樣是飯店跟飯店的交換 但是它是事實上有什麼? 實質的差異的 具有商業實質 具有商業實質 所以我就會很什麼? 承認損失、承認利益 如果不具有商業實質 不承認損失、也不承認利益 所以為什麼要先去搞清楚 先去界定 具不具有商業實質 這件事情很重要 那這邊呢? 所以我先幫大家複習了 具有商業實質是 什麼情況叫做具有商業實質?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例子了 回過頭來看這個例子了 他說呢? 他是拿土地加現金去換專利權 好 那第一個 他說呢? 假公司呢? 他的土地是100萬 那以公司的專利權上方是80萬 好 那我剛才一開始就跟大家講 大家應該建立幾個觀念 公司的帳策怎麼計? 那是公司內部的事情 好 你就算你拿出去給人家講說 我公司帳策裡頭 我就記這個土地有100萬 對不起 他完全的 對方還是看的是公元價值 好 所以請你要記得 公司帳策的記帳 是公司自己內部在評估的 跟外界跟外面的公司以外的人 是不相關的 他是不會拿這個當作是你的當作 他才判斷你這個資產價值的標準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例子裡面 他第一個 他講說 他是具有商業實質 也就是說呢? 他有損失、有利益都可以承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怎麼會計的處理怎麼做 好 第一個情形 我們現在刻本上面舉個例子 只有講假公司怎麼寫 那我要現在同時把以公司講進來 好 假公司的話呢? 既然是具有商業實質 好 然後呢? 專業權 對他來講 這是壞戶資產 好 那壞出去的是什麼? 他拿了現金 他付了現金40萬 好 付了土地 但是這個土地呢? 第一個例子 他說土地的公民價值 交換日的公民價值是160萬 好 所以等於說他土地的假公司 帳上是100萬 然後現在交換日是160萬 所以這個土地 他的儲分利益有60萬 那你帳上是要把 原來帳上有土地是100萬的金額充掉 好 然後產生什麼?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專利權我要承認的金額就是入賬金額就是200萬 對吧? 在看懂嗎? 好 所以我說你不能講說那乙公司不是專利權責上只有80萬嗎? 你說那是乙公司自己內部計帳的事情 假公司在評估的時候 他不會去看乙公司張上計多少 那如果說乙公司計帳的金額會被假公司財納 那乙公司就計8千萬好了嗎? 對不對? 幹嘛計80萬呢? 所以他不會是這樣子 所以完全是按照什麼? 公允價值 所以這個分路寫得跟課本完全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如果是乙公司怎麼寫? 一樣啊 一樣 都是相同的條件 只是剛剛課本上就寫假公司怎麼做 那我們現在講乙公司怎麼做 好 那乙公司怎麼做呢? 當然假公司跟乙公司交換嘛 所以假公司換出去的就是乙公司換進來的 好 所以呢 乙公司取得什麼? 現金 好 這現金當然無用置疑啊 他就拿到四四萬嘛 好 但這個土地呢 他拿到的金額是公允價值值160萬 他大概承認160萬 他交付出去的是什麼? 專利權 因為他的帳上只有承認80萬 所以他只能充80萬 剩下的120萬呢? 那是處分什麼? 專利權利益 就這樣子 好 這是乙公司所做的分路 這是課本上面沒有去談乙公司的 如果沒有談乙公司的話 就把乙公司寫下來 好 這是第一種情形是 他是土地具有成本 有公允價值 而且是具有商業實質 好 所以課本上面沒有寫乙公司 我把乙公司寫上來給你看一下 那我現在要問一個 課本上面沒有的 一樣是情況一 土地有公允價值 好 一樣是一 土地有公允價值160萬 但是這個交換 對兩家公司而言 都不具有商業實質 可不可能? 當然可以啦 好 這個故事要怎麼編? 我現在也不講 我不去假設他的故事是怎麼來的 我只是告訴你說 這樣的交換 是不具有商業實質的情況之下 你的交易分路要怎麼寫? 好 我先講你姑且不要去懷疑說 怎麼會不具有商業實質 我說這個故事 我先不去管他的合理性 我只是說 假設這個交換 是不具有商業實質的 好 不具有商業實質的話 假公司怎麼做? 以公司怎麼做? 好 這個部分就跟課本的例子不一樣 好 我現在是講第一種情形 有公允價值 土地有公允價值 但不具商業實質 好 假公司怎麼做? 以公司怎麼做? 給大家想三分鐘以下 好 我剛剛已經先把 去不具有商業實質的 會計處理差異性先講 所以你應該可以知道 怎麼做才對 好 不具有商業實質 土地有公允價值160 兩家公司都不具有商業實質 好 沒有損益 假公司一樣拿到專利權 他一樣交換出去的是現金跟土地 事實上 實際上他就付了40萬的現金 土地原來帳上承認就是100萬 既然交換出去了 這個科目單要衝掉 所以你的專利權既然不承認損益 他就承認140萬的專利權 雖然交換日土地有公允價值 但是因為不具有商業實質 他不承認損益 所以直接把他帳上的金額衝掉 轉入換入資產的日漲成本 就可以了 好 那乙公司呢 乙公司怎麼做 因為他也一樣不具有商業實質 好 他一樣 甲公司給乙公司的就是 甲公司少掉了嘛 他一樣拿到現金40萬 他一樣拿到土地 但是土地入帳的金額呢 因為沒有 這個雖然他有公允價值 但是因為不具有商業實質 所以我就把換出資產的帳面價值 當作換入資產的入帳金額 那換出資產 乙公司換入資產專利權 他帳上的金額就80萬 扣掉他收到現金40萬 所以他土地就承認什麼 40萬 就這樣而已 因為不具有商業實質 不承認交換損失 也不會有交換利益 好 所以這個是第一種情形 雖然他有公允價值 但是他沒有商業實質 不具商業實質 所以只有一個觀念 不承認損失 不承認利益 就這樣子而已 好 那第二種情形呢 這是課本上面的例子 我把它延伸 除了不具有 加了一個不具有商業實質的 一個問題進來之外 那我也把 以公司快遞處理 也把它放進來 那第二種情形是 如果專利權 而不是 土地跟專利權 都沒有可靠衡量的價值的話 既然沒有辦法衡量 土地也沒辦法衡量 好 所以我的入障 是情況二 假公司就是承認性剛起成這樣 因為我既然沒有辦法可靠衡量 土地的供應價值是多少 我也不知道專利權的供應價值是多少 所以我就把以換出資產的金額 當作換入資產的入障成本 所以假公司如果是情況二 我的土地跟專利權是無法衡量 沒有供應價值可以衡量的話 我就是這樣寫 好 這樣清楚嗎? 所以這個例子 這邊應該跟課本寫的是完全一樣的 好 這是當你發生交換 我交換取得無形資產 那不管你是交換取得什麼 只要是資產跟資產交換 不管是交換取得無形資產 還是交換取得有形資產 都一樣 他的會計處理在交換的原則是相同的 好 好 再來看一下 這是資產交換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是政府補助 好 再回過頭來看431頁 如果是政府補助所取得的無形資產 那這個基本上有兩種會計處理 其實在課本上面有講到 一種我就是什麼 好 請你看一下433頁的第三點 好 如果是經由政府追助 以優惠價格或免費方式取得的無形資產 那這種東西什麼 什麼東西政府會 這不會有所謂的圖利財 這個圖利廠商的問題嗎 那當然他有一些的法律上面的 或者是有些特殊的 才會有這種的一個情形發生 比如說廣播或電台執照或輸入許可證 或者是他的輸入的配額等等 這種呢 他的算是政府捐助的 好 那這種政府捐助呢 他的入賬會有兩種 一種就是什麼 因他捐助的 這取得了這個無形資產的公允價值入賬 但是市場既然是捐助的 你就沒有付那麼多錢啊 就你的貸方會遞延政府補助收入 就回到我們前面 第七章的附入裡頭有講到 政府補助的 取得無形資產的會計處理是類似的 好 那另外一種處理方式呢 那我就是依他的什麼 明目之處 也就是說 雖然我是政府捐助 但是前面我還有一些前置作業 他所發生的成本 就當作是我這個無形資產的入賬成本 也是可以的 所以這邊有關於是 因為政府捐助而產生的 無形資產的會計處理有兩種 一種你把他用他的公允價值入賬的話 那就會回到前面 第七章的附入裡頭有講到 因為政府補助而取得的 固定資產的會計處理是相似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以我的明目 我私將付了多少現金出去 來當作我的無形資產的入賬成本 也是可以的 好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內部產生的無形資產 就我們剛剛有提到 內部產生的無形資產裡頭 他就可以根據我們這個研發 好 請你看一下434頁 如果無形資產需要內部自行發展 他的成本的認定就比較複雜了 所以簡單的講 沒有辦法個別認定的無形資產而言 自行發展的所有有關支出都列為費用 所以我們有辦法去界定是哪一個 好 譬如說好了 我的研發部門所發生的薪資 那因為每個人 每個研發部門裡面的人員 他都 他不是很清楚是歸類於哪一個在製程 或者是新產品的開發 所以像這種沒有辦法去可個別辨識的話 我就把它當作是費用 好 這邊是起的意思 那可辨認的無形資產 在嚴重階段的支出也是把它當作費用 好 然後發展階段如果符合特定條件的話 我才可以認定為無形資產 好 那看一下什麼沒有辦法區分的話 我們還是基於這個會計處理原則 我們還是都把它當作是費用 如果我沒有辦法去區分 它是屬於研究階段還是發展階段 我就全部把它當作是費用 換言之就把它視為全部都是研究階段的意思 好 因為研究階段 它的支出全部當作費用 好 那什麼發展階段怎麼樣的情況之下 我可以把它當作是我們的無形資產呢? 好 請你看一下 絲版34頁的底下在講 什麼叫做研究呢? 是指企業經理有計畫的探索或嚴格的調查 而發現能夠促進新產品或新技術的發展 好 或能夠為現有產品或技術帶來重大感激的新知識 好 這是一個新知識而已 好 那重點就是在後面呢 發展是指能夠把研究的結果轉化成新產品 好 或新技術或新服務或對現有產品技術 或服務有提供重大感進的具體計畫或設計 所以它變成是一個什麼? 有商業價值了 好 具有商業價值的部分我們才叫做 把它叫做發展階段 好 所以在後面呢 就是根據這個地方呢 再去做一些討論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剛剛也講了 研究階段是把它當作費用 那發展階段呢 我們可以把它當作是資產 好 那我們的資本化的條件 好 請你看一下435頁 就是它的一些規定啊 好 它已經完成無形資產 已達技術可行性了 好 技術可行性 然後這呢 也意圖完成這無形資產 而且能夠加以使用或者是出售 換言之它就具有什麼? 商業價值 而且有能力 好 然後再來呢 無形資產 未來很有可能產生經濟效益 好 就是它具有一些商業價值 其實這4個條件整個看起來呢 就是它已經具有商業價值了 然後再來是它有充足的技術財務 跟其他資源能夠完成這個資產 這個發展專案的計畫 也就是說 它現在雖然是還沒有完全成型 但是它可以繼續 就有能力 一定要有足夠的財力繼續做 把它做到 它可以形成真正的上市 或者是新產品或新技術 好 在國際會計準則非常的這個應該務實 它認為天下沒有白癡的午餐 所以你為了這個經濟效益 你一定要有相關的成本發生 所以這個成本是可以可靠衡量的 好 所以這邊就是 在這6個條件之下 它的發展階段的支出 是可以把它當作資本化的 好 那請你看一下勢力2 勢力2裡頭就要談到 因為它用的科目就不一樣 因為它還在發展中 所以我們基本上 基本上我們沒有一個特有的 就是說因為它在發展中 它或者是新產品或是新技術 或是新製程等等 所以我們還不確定 所以我們沒有一個專有的會計科目 不是 我們沒有把它固一個什麼權 或者是什麼 而是我們也有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所以我們從勢力2裡 我們可以看到它有的一個會計科目 好 台北公司436頁 插五年的2月1號 開始致力於發展一項新生產的技術 那6月1號證明這個新技術是符合發展階段 資本化的所有條件 也就是說2月1號開始是進行所謂的研究階段 然後6月1號才開始是發展階段了 然後2月1號到5月31號 一共支出50萬 然後6月1號到12月31號都支出20萬 然後12月底的時候完成新技術的研發 隨即申請專利 一共支付了律師費跟規費4萬塊 好 那我們看一下它所有的分路 那前面因為2月1號到5月31號都算是研究階段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科目 它用的科目叫做發展中支無形資產 所以它還沒有完全完成 所以它就用一個過渡性的科目 叫做發展中支無形資產 無形資產 那等到12月升級要完成了 然後他還去申請專利罪 他就變成什麼? 專利權 所以專利權 他全部把前面所產生的 發展中資無形資產所承認的成本 加上因為申請專利所發生的成本支出 全部把它轉為專利權的入贈金額 所以全部我的專利權入贈金額就是24萬 這樣看懂嗎? 好,那我先來連續一下 假設到12月31號 這個發展中的無形資產還沒有完成 還沒到可以申請專利的階段 那我們說這個無形資產期末要做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攤銷費用的計算 所以無形資產期末要做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成本分攤 無形資產的成本分攤就是攤銷費用 第二個無形資產要做什麼? 減損測試 這裡是非常特別注意要特別留意的 發展中的無形資產期末不用做攤銷 因為他還沒開始用 他還沒開始生存產生經濟效益 所以他不用做攤銷費用 但是他不用做攤銷費用 但是他要做減損測試 如果有發生減損 我還是要承認減損損失 所以請你特別留意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期末不用做攤銷 那是期末要做減損測試 這是發展中無形資產期末要做的事情 那我們看一下 無形資產後續的衡量 就是持有跟處分 就是我們剛剛 待會應該也會看到 好 那無形資產認列之後 他當然以後也會可以選擇 成本模式或重複價模式 來做為他的會計政策 那成本模式就跟我們正講 那個固定資產的重複價是一樣的 就是指他的成本減出 累計攤銷、累計減損之後的金額來認列 這個叫做成本模式 這邊有個累計攤銷 在出塊的時候 我們可能跟你談到無形資產 來做攤銷費用的計算的時候 分錄的時候 是借攤銷費用貸無形資產 還記得嗎? 但現在國際會議準則之下 他開始有同意 就是開始有累計攤銷 因為我們說 攤銷有累計攤銷 攤銷 攤銷 攤銷有累計攤銷 攤銷 在之前 國際會議準則之前 是沒有累計攤銷的 那現在國際 我們那時候的攤銷 無形資產的攤銷 是借攤銷費用 直接代計無形資產 好 我又寫一下 好 一句說我們的成本分攤的部分 所以是攤銷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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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邊呢 他多了一個可以選擇的 就是累計攤銷 他只是用的科目而已 但是對於報表的影響 是完全一樣的 因為你直接帶無形資產 你的資產也會減少 你帶累計攤銷 因為累計攤銷是放在 無形資產的底下 它也是一個減額 所以對於報表的影響是相同的 只是說在國際費用準則之下的 無形資產的攤銷的分路的寫法 就多了一個選擇 也就是說 你可以寫累計攤銷 這個科目 所以這裡才會有提到 累計攤銷 那我們看一下呢 它的重估價的部分 其實大致來講 跟那個 跟固定資產是很相似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呢 它的重估價應該定期 就是說重估價 基本上重估價呢 請看一下重估價的公里價值的決定 好 請你看第一點 根據IS-38號公報的規定 重估價模式的公里價值 應該參考活絡市場來決定它 這是要有活絡市場 那麼重估價的時間點呢 它應該是定期執行 好 那使它報導期間結束日的資產的 帳面價值和公里價值沒有重大差異 好 所以呢 如果重估價的頻率 也就是說 就多久這個做一次重估價呢 好 要看它的公里價值的波動的情況來決定 如果波動的這個 這個 有重大規則的波動的話 那我就要每年去做重估價 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不需要每年都去做重估價 好 這是有關於這個 無形資產的重估價的規定 好 那再來看一下呢 無形資產的持有 成本的攤銷 好 成本的攤銷 好 就是這邊 成本分攤 好 不是所有的無形資產 都要做成本分攤 不是所有的無形資產 期末一定都要做分攤 我們剛剛談到第一個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期末不用做攤銷 好 那其實它的規則是什麼 我們其實 我們剛剛只能講說 它在無形資產做攤銷的時候 它的 基本上的計算公式是很簡單的 就是它的成本 去除它的年限 因為它的殘值是0嘛 好 我們說了 原則上 無形資產的估計殘值是0 好 這是我們說了 課本上 剛剛應該 應該某個地方有寫到 好 那 所以呢 我們要做它的攤銷費用的時候 很重要一點 分母是它的 納用年限或經濟年限啊 那 我要做這個 如果我的年限無法確定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不能做分攤了 好 所以無形資產 要不要做成本分攤 我們就是區分 它有沒有確定年限 好 有確定年限的 要做成本分攤 你有確定年限的 不用做成本分攤 好 那什麼東西是沒有確定年限 比如剛剛 發展中的無形資產 我都還沒有成型 我怎麼知道它可以用多久 所以像 發展中的無形資產 因為它還沒有完成 所以我不確定它可以用多久 所以它就是屬於什麼 非確定年限的無形資產 因此不用做分攤 好 不用做攤銷費用的計算 這樣清楚嗎 好 所以除了無形資產 發展中的無形資產之外 還有哪一些呢 譬如說商譽 商譽標準也是不用做分攤的 好 商譽 因為444頁 我們沒有要花時間去講這個商譽 所以商譽有一些的特性 第一個 商譽是不做分攤的 第二個 商譽是要做減損測試的 好 它只要定期 它沒有規定定期期末 商譽期末 要定期做減損測試 但是不一定是期末才做 你只要定期就可以了 好 那商譽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是什麼 商譽如果發生減損了 它沒有回轉的可能 也就是說 商譽如果發生了 潛損損失 就損失發生了 它沒有回轉的可能 沒有回轉的快計處理方式 好 所以這是商譽的特性 好 所以第一個 商譽是不用做攤箱費用 第二個 商譽每年要定期減損測試 好 定期減試 不一定要期末 第三個 商譽如果發生了減損 就永遠減損 它不會有回轉的時候 好 這是商譽的特性 那我們剛剛看到說 有關於這個 這個 無形資產的分攤的部分 它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可有確定連性的 它的無形資產才要做分攤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課本上面所舉例的 其實可以它的 439月有講 它決定它的可貪消的金額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439月的第一句話 可貪消資金額是指無形資產的成本 減出殘值之後的餘額 那 有耐用年限的無形資產的殘值 視為0 在439月的第一行 439月的第一行 好 有耐用年限的無形資產之殘值 就是視為0 好 這是可決定 決定可貪消的金額裡面的第一句話 好 那貪消的方法呢 基本上貪消的方法都是採取 它說呢 有幾個 執限法 餘額貪消法 生產數量法 好 那基本上呢 這個 每期你的貪消方法 當然就跟前面的固定資產一樣 你的責救方法要一致 好 那原則上 如果形態沒有可能 可靠可以決定的話呢 都是採取得植獻法啦 原則上 其實採取得植獻法最多 好 然後呢 它的分路 後面就講了 我貪消的時候是借償貪消費用代計 該向無形資產 或累計貪消 好 就是上面寫的 所以這個課本上面都有寫的 好 這是 它的文字上面的一些敘述 那我們來看一下市例3 好 好,他說政府補助取得的無形資產 以及他後續的貪銷 他說假電台在差一年初成立 然後主管機關規定假電台 若能夠達到服務水準 而且繼續追行相關法律的規定的話 那每三年就會什麼,自動換照 所以他就等於說他換照是不需要 不會要花錢的 所以他只是花了少許的成本就可以換照了 那差一年初假電台支付了手續費2萬塊 來取得這個電台的執照 這個執照的公寓價值有100萬 好,那假電台這個意圖 這個有意圖持續申請 然後呢,並有證據呢 支持假公司呢 有能力繼續申請換發執照 好,所以他用公寓價值 而且他用公寓價值來記錄他的成本 好,那再來呢 這個評估假公司換照呢 假電台換照變不困難 而且他以可預見的未來呢 這個廣播電台所使用的技術呢 不預期會被其他科技所取代 好,所以我們看到這裡 就第一個 他的會計處理就是差一年 他取得執照的時候的相關分路 那這邊因為他已經講了 他的選擇是採取公寓價值 所以他取得這個什麼 電台的執照就是用100萬入帳 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440頁 好,他的分路 就電台執照100萬 好,然後呢 因為他申請的時候花了現金是2萬塊 所以剩下來的98萬 是政府的補助收入 那這裡直接用補助收入 沒有地員政府補助收入 原因差在哪裡? 大家回憶一下我們在講第七章的時候 是不是這樣,如果是政府捐助而取得的資產 那你是代替地員政府補助收入 然後呢,地員政府補助收入 這個科目算什麼? 地員政府補助收入這個科目算什麼? 這個會計客目算是什麼? 性質 會計五道要素想想看 資產負債權益收入費用 第一個,他是資產嗎? 不是嘛,因為他寫在代方喔 好,第二個 第二個,我們先看,他是權益嗎? 他跟股東權益沒關係 第三個,他是費用嗎? 沒有啊,科目上面完全沒有費用的感覺 第四個,他是收入嗎? 好,因為多了兩個地員 所以呢,他唯一可以算的是 他是一個負債的性質喔 啊,你們都還給我了嗎? 他是一個負債性質的科目 那當然我們說編表的時候 如果他有印象的話 我們說他編表的時候 這個地員政府補助收入 如果他是一個 他補助你買的是固定資產 他可以放在資產的底下 因為他是在代方 所以他是資產底下的減項科目 好,這是我們上學期的第七章的 附錄裡頭有提到的 好,那我們現在回過頭來談 地員政府補助收入 他竟然是一個負債 他不會永遠都是維持那個金額 他一定會什麼? 因為這個補助的資產的 那用年限 我會什麼? 逐年去把它什麼? 貪、分那個回轉為 政府補助收入 好,也就是說 我會把地員政府補助收入 把它回轉為政府補助收入 所以地員現在去負債 未來就會變成是一個收入 就像這個概念很像什麼? 我們的預收貨款 預收是一個什麼? 負債性質 當我把貨交出去的時候 我是不是預收 會轉為什麼? 銷貨收入 是一樣的概念的 好,所以地員政府補助收入 當我實現的時候 是轉為政府補助收入 收入的科目 好,但是這個例子裡頭 我為什麼不會承認 我為什麼直接叫做政府補助收入 而沒有地員這兩個字 因為你直接叫做政府補助收入 它就是一個什麼? 收入性質的科目 它就不是一個負債 那為什麼這裡 我是直接叫做收入科目 而沒有用補助 沒有把它稱為地員政府補助收入 施為負債科目?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怎麼回轉 因為政府給這個例子裡面 它政府給你這樣的一個捐助的時候 所以這個優惠取得這個電台執照的時候 它並沒有讓你付出什麼樣很實質的義務 它只是要你遵行相關法令而養 所以你沒有那個怎麼對這個應該說 履行的義務的時間點 所以這個例子為什麼 我們直接把它叫做政府補助收入 這樣清楚嗎? 好,所以這個科目為什麼要這樣使用? 你要繼續了解一下 好 好,這是差一年的時候 我取得執照的時候所做的分路 然後第二個 估計電台執照的耐用年限 它三年自動換帳 那這個執照是三年嗎? 但是因為它後面有一段話 它說它估計它換帳是沒有什麼困難的 而且它可以擁有這個執照呢? 繼續下去呢? 它覺得是可預期的 所以它沒有年限 好,它沒有年限的話 就不用提列貪消費用 好,所以它沒有年限 所以它就不用什麼? 它就沒有差一年的貪消費用 這是後面可以告訴你的 好,那再來看一下呢 如何發生了變動? 好,這跟我們的資產 發生估計變動是類似的 好,我從這個例子就要講說 它從不確定年限到來改變了 改變由確定年限 這種叫做估計變動 估計變動不碩既往 好,這種估計變動不碩既往 請你看一下 勢力四 好,我們看完這個例子呢 就休息好了 好,勢力四呢,441頁 它說呢 X4年初甲電台呢 沒有支付 呃,為支付代價順利換照 好,就是X1年 它第一次取得執照 三年自動換照 X4年換照,自動換照了 好,然後但是呢,X5年呢 這個主管機關決定電台執照呢 不採申請換發的方式 而是採取競標的方式 也就是說 以前是政府 呃,有點說是免費發這個執照 那現在呢,政府決定了 讓要競標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前陣子,應該前年吧 不是4G執照嗎? 各家電電信公司都 哦,這個投資百億嗎? 就搶了4G的執照 好幾百億 記不記得? 就有點類似這樣子 所以這個執照呢 就是什麼? 要競標 要花錢的了 好,然後呢 當時候呢 公司這個電台的執照呢 到期前還有兩年 因為X4年換嘛 所以3年換一次的話 那政府要改變 也不能說 X5年就開始改變了 就是下次換照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免費的了 好,不是這樣子了 所以呢 他說呢 還有兩年 會這個執照呢 還可以使用 那這個兩年呢 執照呢 它可以產生的現金流入的金額 這個 估計可回收金額是80萬 好 那贊面金額 因為剛從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X1年的時候 就用100萬入帳 然後因為 那時候是沒有確定年限 所以它一直維持100萬 好 那現在呢 X5年改變了 所以X1年取得電台執照 X4年換照 它也不用做任何分路 因為它沒有付任何代價 好 然後再來呢 在X5年的時候 所以因為它也沒有確定年限 所以也沒有體力的貪消 然後X5年初的時候 因為改變了 好,改變了 所以呢 它X5年底呢 就要做貪消備用 那X5年初呢 它已經講了 因為它的這個執照呢 照片價值是維持100萬 從X1年開始 但是X5年初呢 它的可回收金額只剩下80萬而已 所以在X5年初 因為它有改變 所以我們就直接先承認 減損損失 好 所以是借減損失 代累計減損 好 然後再來呢 所以到X5年 第三個 它的X5年初的年限 就只剩下兩年嘛 這沒有問題 好 然後呢 在X5年底 我們要做的貪消費用 因為只剩下兩年 它的帳幣價值剩下多少 80萬 對不對 原來100萬 因為我承認減損損失20萬 所以剩下80萬 所以80萬 還剩下兩年的期限 所以每一年提例的貪消費用 就有40萬 所以這個是441頁上面就寫了 X5年底所承認的貪消費用 就是這個40萬 好 那這個失禮五呢 我想就比較簡單 有點像我們的固定資產的重置一樣 所以我們就不講好了 好 如果今天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裡